剛剛有紅燈亮有沒有 OK 子鴻好帥 好那個沒有拍照 單機械 接下來我們要講 怎麼樣機械的嗎 沒有就是 紅燈亮講完 我剛才開始做 我最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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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工藝能的 工藝能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只講過了 中學講到 中學講到 講過了 下禮拜你講到什麼 不是上禮拜 上禮拜 哇 三禮拜前 三禮拜前 我們講了什麼事情呢 工藝能的部分 好像都沒講 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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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前面有個複習 你都已經複習過了 知道 我們來複習練 複習 同學記得複習 複習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之前沒聽 你懂的話 現在趕快聽一遍 說明我就懂 歡迎 來 複老師告訴我什麼樣力 就是 就是用語 就是用語 什麼意思就是 這是兩類語生居然痕 好 官員 什麼是力 使物體改變運動狀態的能量 使物體改變運動狀態的能量 那力就是能量嗎 叫力量 不是 力不是能量 力是能量的一種表現 不是 力不是能量 力不是能量的一種表現 力是直到緊張 OK 力是直到緊張 這是誰說的 我說的 我說的 這是誰說的 我說的 我說過 你說過 搖斷第二定律 什麼意思 我說 什麼意思 學年第一定律 好 那什麼意思啊 你說的啊 你告訴我什麼意思嗎 就是 喜歡的女生一定會考慮 學年第一定律 學年第一定律 男生嗎 沒有 這個M代表男生嗎 沒有 A是代表什麼 喜歡 A 問你代表什麼 Hate A A開頭 A T A T 代表吃掉 所以 女生看到男生跑 一定把它吃掉 好 是不是 這個好 什麼東西啊 知道我才可以再看 OK STOP 回來 所以力代表方式 力是能量嗎 力不是能量 力是什麼 力可以讓一個東西 一個物質 產生的加速度 對不對 只要這個物質 有受到一個力 他一定有加速度的現象 對 要簡單來講 是不是 你說 沒有 我只想要自己講而已 OK 也就是說剛剛前面講的對 力 可以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對不對 沒有等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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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改變物質的運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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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個質量 任何物質 因為物質一定有質量 任何物質 收到一個力 他一定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這麼簡單 力就是這個現象 好了 那我們怎麼辦才有力呢 就是剛剛的物質 你知道你剛剛的何謂力 收益 蛤 何謂力是甚麼 收益 何謂力 這力是甚麼 對啊 可是 你剛剛前面講的那麼差 就是 可是沒有那樣的現象 物體改變運動狀態的現象 收益 假設我像這樣 嗯 要等實力 要產生加速度 沒有 為什麼 對物質 那要產生加速度 有 可是我選擇一下 這個力 這個力 這個力前提是說 合力 你現在沒有失力 可是合力沒有威力 合力還是威力 為什麼合力威力 因為我力沒頂住 那合力威力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變形 所以力其實有幾個現象 一個是 那你產生運動加速 就是產生運動狀態改變 另外現在是那一個東西 我們一直沒有講到 就是產生形變 什麼是形變 行動 行動改變 譬如我簡單來講 這個球 你當看到這樣 你可以看到他們有受力 有啊 有受力嘛 會不會下面一些 拉伸 有沒有受力 有 有受力嘛 輕鬆改變 也是有受力 但是我現在不討論 你現在是討論運動學的部分 那你把他送幾釘拉動 輕鬆改變 那就是說 行動也是一種破壞 你看他破壞 也是一種受力現象 我譬如看到一個球 放在這邊 突然有一天我來 剛剛這個球爆開了 破掉了 像他從好好的一個球 到爆開 變成水分的時候 中間有沒有受力 有 一定有受力嘛 所以可以看到 有變形 有破壞 一定有受力 對不對 一個護體 如果有運動狀態改變 是不是一定有受力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嗎 這個問題是如何觀察到 有力的現象 如何觀察 就有問題在動 有東西改變 有東西在動 表示有受力嗎 譬如說 顏值能比在太空中 飛行 等速度飛行 那應該就是有受力 有受力嗎 沒有受力 它是等速度運動 什麼樣等速度呢 就是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有沒有受力 沒有 就沒有受力 一定有加速度 它有受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觀察什麼現象可以做 這東西有受力 你先改變 我覺得有破壞的關係 就是說 車子在開的時候 然後呢 我現在 後面施壓的力量 讓位置超速度 等速度 就要自己有空氣的東西 對 摩托力要可以讓它速度 它即使有力量 可是讓我力量 所以 突然跟摩托力 摩托力提消掉 但它並不代表說 我講什麼合力 我講什麼合力 我現在講什麼合力 你講的是合力 它跟摩托力提消掉了 所以合力會有 所以它會是等速度 對不對 所以摩托力 跟它的隱形所適應 底下掉 對不對 所以一個粉筆在空中 等速度運動 請問它有沒有受怪力 沒有受怪力 對不對 一個粉筆在太空中 等速度運動 有沒有受力 沒有 沒有 如果它受力應該是等加速度 如果受力一定會有加速 不見得是等加速度 它會變加速 受力可能一下子 它就順先受力 它會持續 那必須要有持續的引擎 那必須要有持續的引擎 那必須要有持續給力的引擎 它不一定要持續給力 那如果沒有持續給力 它就不會下速度 假設我等一下 在太空釣葉放著 咻 它背出去 原來沒有空氣阻力之後 它應該直 對 它這次就不受力了 它受力的時候 就只有你出去了 對 只有在你手上受力而已 離開你手就沒受力了 對不對 OK 除了這個情況之下 什麼都能夠讓它 這個東西有受力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速度 等一下 我釣出去了 看到它就是等速度 你知道嗎 離開你的手 離開你的手之後 就等速度了 可是它還有接受到空氣阻力 蛤 它不是還有我的力 留在這個 力不會留在啊 怎麼會留在 我的力把它放出去了 對啊 你的力離開它的時候 就沒有力了 好 你要記得喔 你沒有超距力 你沒有超距力 所以我今天把力流去 你就飛走了 是要超距力嗎 對不對 我不可能有超距力嘛 對不對 我在太空中 就要這個船筆出去 就是要靜電力 然後它就會往前飛 然後 然後腎筆是 呃 它的船筆都有點動 是不受力 對 是 OK 那什麼情況之下 你還覺得很痛 很痛的時候 對 你的皮膚被變形嗎 對不對 我就講 我就覺得很痛的時候 受力了 對不對 那一瞬間嘛 對不對 所以假設看一個影片 這個很痛 然後你就覺得喔 這個人一定很痛 對 因為他覺得他被打了一拳 是不是 他臉變形了 這個球如果你看他變這樣子 你沒有真的看他的手 假設我是隱形人 你看他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球受力了 有吧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變形的受力 你突然看到這個 粉筆 它這樣斷了 我是隱形人 你看他的手 它這樣斷了 你覺得這過程上的受力 有吧 除了運動中的改變之外 形變 破壞 都是有受力的事情 都是這種現象 好了 那力的單位是什麼 怎麼定義 力怎麼定義 所以修益 三態變化算了 三態變化算了 那是什麼力 它是分子跟分子之間的凝聚力 你可以這樣講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受力 好 MMA定義的力 牛頓定義力出來了 為什麼是牛頓 因為他先提出來了 他現在就贏了嗎 對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像是 你去跑步捏自己 先做X 不然要怎樣 他先講出來了 我們就follow他的想法 對 因為他的想法後來沒有人推翻他 就用了 對吧 你跑步比較快 我們都說跑步比較慢 雖然牛頓提出這個 也就是同時間定義的D 所以D怎麼被定義了 我們說 一牛頓等於什麼 一公尺 一招 再講一遍 一公尺 看著黑板 不要看著黑板 不要用想 看著黑板 一公尺是什麼 一公尺 一公尺是什麼 超度 這邊有超度嗎 沒有 有質量 質量跟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真的叫什麼 一公尺 每秒每秒一公尺 每秒一公尺 對不對 每秒每秒一公尺 這只是說出一個公式 但他內在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使一公斤的東西 產生那一秒 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沒有錯啊 一牛頓的力呢 可以讓一公斤的部體 產生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所以剛剛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如做到這些事情 這是什麼意思啊 會發生什麼 對啊 就是說 譬如說 這東西 簡單來講 同學 簡單來講 這個東西在這裡 我用一推它 你不要管它出去那一剎那 管它在我手的時候 我再推它 它速度是從0開始加速 它只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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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給它一個力 它們質量 就是三個會成溫症的關係 你就可以推測 我給它的力量有多少 那加速度有沒有辦法觀察 有沒有辦法測量 加速度有沒有辦法測量 怎麼測量 測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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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測做 測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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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考過這個題目 你用攝影機 它就可以抓到每個間隔的速度 對不對 每個間隔的速度知道之後 你就會讓它這樣子 加速度更多 OK 這目的 在我們學習當中的一頁 第二頁就在討論那個事情 記不記得 加速度很算 記不記得 這個圖 跟這個圖 就會討論加速度 是不是 從位置來判斷加速度 好 所以我們的力量也知道了 對不對 接下來請問一下 力跟能量是什麼關係 力跟能量到底什麼關係 力跟能量到底什麼關係 不就是中指的關係 力跟能量 因為我有能量 所以我才有力 你有能量 能量的力 再具體一點 我要耗費能量才能呈出能量的力量 具體一點 不要簡單一點 具體一點 再清楚一點 你看 如果我要推它的話 我要耗費我身體的能量 能量怎麼弄別動 所以能量的轉換是靠什麼 靠接觸 靠接觸 啊 力在這邊再扮演什麼轉身 力在那是火車上的乘客用轉身 所以你認為力是 用比喻 我這個用比喻 可是 假設能量是火車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第一次 那個動物是火車 能量是火車上面的火車 那力量呢 力量呢 力量解決就是那個 火車上的乘客排 做到力量的火車上面的火車 照顧你 我補頭跟大家 好 照顧你 趙鋒講什麼 他說 我車上的乘客 鬥一個 coupling Andre 只是這樣 我們combine 我希望 希望我們的課程上 是多一點地討論 可是討論過程當中 需要跟這開會一樣 你要之所以討論 就是你能夠知道別 작翻出什麼 才能夠討論 那你聽別人在說了之後呢 你要去想看他說的有沒有道理 他哪邊說的有道理 你哪邊說的有道理 子鴻說什麼你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我覺得他用舉例的方式是不錯 他舉了什麼例子 火車上場 火車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用舉例這個方式是不錯的 那我們因為你們剛剛表演在網上沒有仔細聽 請子鴻再講一遍 謝謝子鴻 我請子鴻再講一遍 請你們仔細聽 子鴻再講一遍 就是說物體就是火車 然後能量就是那種火車上面的 就是 火車上面的乘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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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體 是火車 含量 是火車上面的人 然後 然後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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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物體撞到別的東西 然後別的東西 就是 火車 停了 然後進來乘客 就是 火車停了 乘客 跑到硬直 變成火車的時候 就是 這種動作就是力 所以 人的移動 人要有傳導 人的移動是 力 然後就轉到別的 就爬到別的 骨頭上面就 爬到別的骨頭上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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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移動的過程 不能這樣講吧 是力的現象 你說 這樣不太對 那你要怎麼說 以這個動向 比喻的話 感覺怪怪的 那 說說看 不怎麼完美 可是卻 又點到一個 能量的轉移 不應該 就是 應該沒有很單純 這樣給他 能量的轉移 當然都是方法 但是他講的 都是這種方法 這樣怎麼可以 張仲 蛤 可以啊 可以什麼 我覺得他說的很好 他說的很好 他說的很好 他說力是能量的轉移 我覺得他說的很好 力是能量的轉移 對啊 OK 我覺得他很好 我可以再舉一點例子 呃 像是 舉別的例子 然後我先來看 他就 物體是車子 然後 物體是車子 能量是 能量是 能量是廢氣 廢氣 對 他往前開 廢氣就跑出來 然後就跑到大器裡面去 對 好 我覺得我舉 我舉一個 他往前開 所以廢氣就跑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 是這邊舉個例子而已 好 好 我們這樣講 這是一個彈簧 我身上有能量 我想把我能量轉到 彈簧裡面去 我是把彈簧 拉開 對 因為彈簧被我拉開的時候 這廢氣被我拉開的時候 這廢氣被我拉開的時候 這廢氣裡面有沒有能量 有 有多了一點能量 所以我當我放開之後 它就會放出能量 所以我把這能量拉開的時候 我用什麼 我用力嘛 對我是用力把它拉開 如果用子虹的說法是說 我拉開的時候呢 我身上有一些小的 跑進彈簧裡面去 他怎麼跑進去呢 是靠我把它拉開的過程 然後跑進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他原本就有 拉開 他本來就要半天 什麼意思 就是 喔 這樣講好了 假設你要打一過程次 你不去打他 他就不會打你 可是你去打他 他就會反擊 就是 彈簧啊 你不給他力 他就沒有能量 給他力他才有能量 其實這樣的形容 我比較不能 我比較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難典 會有一個難典 能量是存在我裡面的東西 我們講那個東西 變成有形的東西 一個具體的東西 可是它能量呢 就目前我們講能量的東西 它比較是無形的 好 無形不是鬼喔 它是比較 我們不會說 能量是個物質啦 能量它比較不像是個物質 能量是一個 是一個 你要說現象嗎 或者是一種 存在內附的一個能力 它是一個能力 就像你可能很有能力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這個能力可以說 它是一個有形的東西 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比如我們通常這些人坐在一起 其中有一個同學 有一個人 他能量能力很強 你說外觀是看不出來的 應該是看得出來的 我們就坐在那邊 我們就只看外觀的話 不見得知道 比如說這個人是好 或是不好 你也不見得看得出來 對不對 OK 所以能量是力的關係 這個樣子 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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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嗎 那什麼叫功呢 能量就是力我們來講 能量是 energy 就是瘦的力的反應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你剛剛說什麼 瘦的反應 瘦的反應 就是功 瘦 你說瘦是這個瘦嗎 不是 不是 喔唷 所以你不要開玩笑 問哪個瘦 人家算也好快認真的 他在開玩笑 你在開玩笑 你在開玩笑 你在D呢 我都不知道 瘦的反應 我以為你很懂 瘦的反應是功 什麼意思 換人來看玩笑 喔 什麼是功 能量是 energy 什麼是功 功 功 我們英文叫做瘦 你做了多少功 就是你做了多少功 我 工作 我做了多少事情的意思 我做了多少事情的意思 那基本上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是叫做能量守的 簡單來講呢 假設我推了子龍一把 我們把能量交給他 沒有啊 可是你消耗的能量 我消耗能量 所以我消耗的能量 我推他一把 他得到能量 所以他得到能量 所以我做不懂 這樣講 聽懂意思嗎 我把這個書 拿上來了 這是我們能量 有沒有增加能量 沒有 沒有 我從這邊拿上來 沒有 他在畫有點 人家畫要抵消 沒有抵消 能量不會跟力量抵消 能量跟力量是不同的東西 這個 這個他的能量增加 這叫為能 我們現在沒學到 等一下我會講到 這叫為能 簡單來講 我手放把它掉下來 為什麼掉下來 因為有低性能力 因為有低性能力 另外一個就是他能量增加 他這樣提到低能量 我這樣把它提上來 他就能量 我是不是要消耗我的能量 他掉下去 他就對桌面做功 我把它拿上來 我是不是要對他做功 你要對他 所以 崩的意思就是 我把能量送到你 對 我把能量給他 他本來的能量這麼低 我先把能量給他 讓他變得多一點的能量 對 那我把手放開 對不起 他掉下來了 他要把能量給釋放出來 他就把能量給釋放出來 好 那所以 我對他做的功是什麼 就是 讓他放下去 然後把牌子上 我對他做的功 是哪一段 把它提上來這一段 我把它提上來這一段 它能量增加了嗎 有 他能量增加了 如果他能量沒有增加 那他不會動 對 我讓人家能量減少 所以我們算是做功 再講一遍 我讓人家能量減少 你有怎麼這樣增加 算了 一個人可以扶桌的時候 把他拉住 就是絕手 算了 那就要做復功 那叫做復功 所以 不是復功 不管是我投降 讓對方能量有增加 簡單來講 你做復功的意思 他就能做功 好 對吧 我對他做功 所以他能量增加了 他對我做功 他會怎麼樣 他就能量減少 他就能量減少 他就能量減少